念经虽不能了其意,但也能得无量的福报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诸佛是现在人间八乡成道,都要讲经说法,留下诸多的经典。 这些经典称为佛的法身设立,与世间的善书不同。 世间的善书只是知道谋及自己的身家、知识技能,而佛书是直接拯救人的法身会并。 世间的善书只是谈论今世,这一世,那么佛书直接希望福利众生多生多结。 所以佛经所展开的真理和智慧,真是无限的身亡。 如果世间没有佛经的话,那天上,天下就像漫漫长夜,看不到一点亮光。 所以圣天王经说,若法师所行之处,法师就是精通佛法,能够慈悲宣扬的老师。 法师所行之处,善男子,善女人,一次血洒地,令尘不起。 就是地面会有灰尘,为了使灰尘不起来,不仅是用水洒地,而是赐自己的血来洒在地上,这是做供养。 就是用血洒地,令灰尘不起,这样的供养都不足为多。 那么,念经该怎么去念呢? 念经能够了解经中所体现的法义,并且能够把法义落实在行动上,如说修行,这就叫上等的,上乘的念经。 如果念经不能了解其中的法义,但存着恭敬,仰慕之心,也能得无量的福报。 就好像儿童服药,虽然他不懂得这个药方的药理,但却也能除病。 所以这个文经的功德,是不可思议的。 常常记载有些动物,比如鸟、驴、牛、文经以后他转生的去处或者生到天上,或者转生为人。